大家好,我是東京走橋的鮑勃 日本除了摩登現代的建築以外 也有許多代表日本歷史風格的區域 比方說京都的二年三年版 小京都之稱的金澤日葛朝屋 小江湖之稱的川越 日本遺產炳之譜 夏亭風格濃厚的朝鴨 或是各地百年千年以上的溫泉街 這些地方好拍照、好散步 也藏有好吃的東西 更有特色的旅館 鮑勃這次就來介紹這些區域給大家 伊士神宮位於日本的三重縣 總共有125個神社組成 最有名是供奉天召大獄神的內宮 以及豐壽大神宮的外宮所組成 我們這次就介紹內外宮以及周邊的景點 是一個大概可以晚一天的行程 外宮的話直接在伊士市站下車走過去即可 如果是內宮的話可以達到50林川站 做8010分鐘內就可以到達 我們假設到達內宮的時間大約早上10點 首先迎接我們的是7公尺高的鳥居跟羽製橋 長度也100公尺左右 下面的河就是清澈的50林川 往下走來到了神社入口鳥居 我們來到御守洗場 大家可以在這裡用清澈的河水洗淨身心 這裡也可以看到不少人坐在休息享受河景 接下來往正宮的方向走 這裡就是天召大獄神的坐鎮之處 原本天召大獄神供奉於皇軍內 但2000年前的第11代傳人天皇 將獄神移駕至伊士 這裡每20年就會舉辦一支世年遷宮 將神殿與旁邊重建 每次需要耗時8年 於西元690年開始已經遷宮62次了 連我們剛剛走過的羽製橋也會重建 除了正宮以外 內宮境內也有祭拜吹頌神風之神的風日祈弓 以及別宮荒祭弓 以及神樂殿可以參拜 另外內宮身處於自然之中 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景色 大家可以挑一個喜歡的季節來參拜 離開內宮接近中午 我們往往回走 回到羽製橋往上連接的方向走 羽製丁自古以來 就是前往伊士神宮內宮的必經之地 有很多餐廳跟小店 鮑勃超推這裡的名產赤福 已經有300多年的歷史了 雖然很多地方都可以買得到 但一定要到建築物140年的本店 吃赤福餅配茶 紅豆甜而不膩 跟茶非常的對味 如果夏天的話也可以吃個赤福冰 抹茶配上紅豆跟白玉超讚 豆腐館山中的豆腐霜淇淋也不錯 大家可以試試看 倒地的伊士烏龍麵 福斯家的伊士烏龍麵 鮑勃點的松阪牛烏龍麵超好吃 口感QQ的烏龍麵真的順口 另外鮑勃想特別介紹這裡的星巴克 伊士內宮前店 外觀正面的概念是仿造江戶時代的建築設計 電大門上面吊著門簾 上方自有鬼瓦的屋頂 與鵝卵石漆成的商店街 以及兩旁傳統物鑿建築時分的搭配 完全不會顯得格格不入 只不過路過的時候要仔細看一下不要錯過 包補取材的時候真的不小心路過 一樓的設計靈感來自江戶時代的商店 霸台設計得非常的精緻 用餐區位於二樓 總共有三個區域 第一個區域可以看到自然跟山景 用三重當地產的木材所做的長桌 讓大家喝咖啡邊交流 第二區的座位不少 中間加上兩旁總共有二十幾個位置 屋頂小小的天窗讓自然光能夠直接透進來 第三個區域也是包裹最愛的區域 可以直接從二樓看古早味石桌商店街 人來人往的人潮 有有身處在時代區的浪漫感覺 現在時間大約下午兩三點 我們從商店街搭乘計程車或是巴士 回到伊士市站 來拜訪伊士神宮的外宮 進到外宮之前 我們可以先參觀一下千宮館 這裡詳細的介紹2013年的千宮儀式 館內展示不能拍攝 所以大家啟用自己的眼睛體會 千宮館看出去的景色很漂亮 如果走得有點累的旅客 可以在這裡看風景 今天最後一個行程 我們來拜訪豐獸大神宮 也就是外宮 這也是掌管天照大獄神的飲食之神 也是十一柱的守護神 外宮也是跟自然美麗的融合 以上就這次介紹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還可以訂閱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還有Instagram看更多內容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